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有一家電視台 總部設在大埔 長期對外宣稱自己是香港媒體 但是又沒有多少真正的香港人會收看 現在就是鳳凰衛視 他們在今天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出現了人事大地震 連總經理和董事長都換了人 換言之 創辦人劉長樂和他的家族成員 全部都退出了鳳凰衛視 據說這個人事大地震 就和鳳凰衛視旗下的鳳凰金融P2P借貸爆煲有關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到底鳳凰衛視的大地震是震成怎樣 其實大陸在昨天已經廣傳一則消息 說北京會出手整頓鳳凰衛視 撤換他們的高層 最終上海市社科學院黨委書記 徐威就會出任鳳凰衛視的董事長 而中央電視台副台長 孫玉勝 就會接任鳳凰衛視的總經理 至於創立鳳凰衛視的劉長樂 和他的家族成員 就會全數退出鳳凰衛視 準備接任董事長的徐威 在上海市曾經擔任過政府新聞辦主任 接任總經理的孫玉勝 也是記者出身 長期在中央電視台工作 無論是甚麼人 又或者由黨官 來接任電視台的高層 我相信都沒有多少個香港人會關心 因為一來這個台 其實就很難來接收 除非觀眾本身有安裝到一些收費電視 比如有線或NOW 就會送給你看 又或者你居住的屋苑 有安裝公共衛星天線 這樣就有機會看到 一般的電視機如果只是收數碼廣播 根本上就看不到 二來這個台又長期親中 找誰看嗎 到底這次甚麼事會出現 人事大地震 這才是主賽 根據報導所說 跟他們旗下的 鳳凰金融爆煲有關 微信公眾號 烏鴉難有家園指出 近年很多人 出於對鳳凰衛視的信任 於是就把錢 借給鳳凰金融 由他們再貸款給其他有需要資金的人士 從中獲取不算高的利息 所謂鳳凰金融 根本上就是在搞P2P借貸 而P2P借貸 其實在去年 年尾的時候就已經清零了 被取締了 所以 現在這個鳳凰衛視的人士大地震 應該是去年那個清零的餘波 在去年的9月中 鳳凰金融在沒有作出任何公告通知的情況下 忽然間就說停了所有的網貸產品 去到9月底 鳳凰金融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回應外界指控他們走路的猜測 他們就說 停止網貸業務純粹是因為 部分網貸產品的回款不及時 即是說從那時候開始 資金流轉就出現了多少問題 到了11月初 鳳凰金融就再發了一份公告 就說 會最大程度保護出借人的權益 正在制定多樣性的退出管道 幫助出借人開展退出工作 換個簡單的說法 就是割韭菜 到了今年的1月中 鳳凰金融最終推出了三個出借人應急提前退出通道 有虎主就爆料 說這三個所謂的退出通道 其實就有多少穩定 第一 就是大病突困的應急提前退出通道 但是專線電話 不是打不通就是沒有人接的 就算大病也好 突困也好 其實都是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第二個通道就是 應急資金退出通道 就是說 由資金管理公司對於出借的用戶 即是韭菜門 手持著未到期或過期的債權進行購買 但是這一種 所謂的退出通道的問題 就是 要由韭菜自己來設定出價 有人填寫了七折 都未能夠成交 當然 你訂到那麼高 別人不買 一折就可能買 你本身可能是10元 你訂一元別人就買 這不是什麼叫割韭菜 真是傻 第三個的退出通道 就是債權對付雙城 即是引入債權雙城 讓那些韭菜門用債權來買家電 糧油米麵和日用品等等 當然這些已經是被人 救病過很多次 就說 你搞這些商城 定到那些價錢是開天殺價的 但是那些韭菜就不能落地還錢 因為是被購買的 所以他們當然是牙痛的聲音 死人也不肯 這幫人無非一心就是想拿回錢 有多少拿多少 所以 在那些P2P的公司 和韭菜門之間有著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那幫韭菜門 就和這個平台的負責人已經進行過多次的交涉 而且反覆在微博和黑貓平台上作出投訴 甚至圍堵 鳳凰金融的辦公大樓 但是遲遲都未看到有任何的還款方案出台 據了解 截至去年的10月 鳳凰金融平台上的用戶 就有7萬4百人 遍佈了中國的各省 至於借貸的餘額 就大約有98億元人民幣 一聽到這個數字那麼誇張 就會了解到 為什麼連他們搞開電視台 都要掩置這個P2P網貸的業務 做電視台 要是就虧得媽媽都不認得 就算賺也是賺的那麼多 你說搞這個網貸平台 一下子 有那麼多錢籌集到回來了 當然 現在 這個平台就說要退錢給人 那究竟為了98億人民幣去了哪裡呢 現在當然要查一查才知道 但是在說其他的平台 有什麼情況是曾經出現過呢 比如說平台負責人走路 索性卷席走人的托水龍 就是說 整個平台的錢都不見了 直接被人連根拔起的割韭菜系 那些一定是追不回了 因為負責人不知道在哪裡了 肯定潛逃外國 另一種是 就是那個平台負責人拿的錢 來投資 失敗了 化為烏有 這些是很難追得回的 至於第三種就是 因為國家的政策 被迫就是要 把所有錢退回給人 那些就反而好 還有多少錢 就可以退回 到底現在鳳凰衛視 是怎樣的情況呢 那些報導就沒有說了 反正 那些出借人就是韭菜 有很多還沒拿得回錢 那就對了 原來鳳凰金庸 在2014年8月的時候 在北京成立 後來 就遷冊去到海口的樹 至於 鳳凰金庸的董事長兼CEO 就是由劉長樂的女婿 何欣擔任 難怪這次 這兩個人 就同時被撤換了 其實這家電視台 對於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就一定是在去年 其中一次的白宮記者會上 他們的記者 王右右 就舉手向特朗普總統發問問題 知不過的那種口吻 就是咄咄逼人 搞到 被特朗普總統反張一軍 就問他 究竟你是不是 從事於大陸的媒體機構 這樣 這個王右右竟然間就說 不是 他是從事這個 香港的電視台 當然 特朗普總統就不是Lulu 他反問這個王右右 你說是來自香港的媒體 究竟這個媒體是不是由中國政府所持有 這個王右右就回答他 是私人公司 真是奇怪 現在這間所謂的私人公司 竟然間就要由 一些曾經在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做過主任 又或者在中央電視台做過副台長的人 走來接任總經理 和董事長 這間私人公司的私人性質在哪裡 如果王右右當天問那個對象 不是特朗普總統 而是拜登的話 就應該是過腦骨的 但是他好問不問老虎頭上釘膝 卻不知就是自暴其醜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